遗鼓般五条物光荣下陷 天使邪光再次照耀在宿诺身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麒麟 本期我们接着来看 《周日回战》第263话 最近几节上回 遗鼓利用提前录好的录音笔 接狗卷的力量控制住了宿诺 以发虚视此迎面轰出 这一季将领域直接炸烂 宿诺从严惩中飞出 再次遭到重创 并陷入难以使用术式的熔断旗舰 宿诺很清楚 遗鼓对此的掌控并不熟练 所以将自己的领域也一块破坏了 遗鼓一变 和虎仗渡堂会合 准备发起联手进攻 东堂中遗鼓喊道 遗鼓别顾及会打到我们 等术式恢复后再用紫 我会用不意游去躲开的 然而话音刚落 遗鼓不通一声倒在地上 因为领域展开后的他 也陷入了术式熔断气 还没到五分钟 卷锁的术式便停止了运转 脸上没有神情 但脑子里的遗鼓很是着急 既然李相没有跟过来 并说明模仿术式已经不属于他了 被熔断的是无下线术式 本来还以为卷锁的术式能继续使用呢 因为之前的卷锁在领域展开后 也能行动自如 看来是他额外做了什么 不过还好是第虎仗他们争取到了 宋诺的熔断气 这是宋诺盯准了最麻烦的东堂 一击黑闪轰了过去 但身走却暴露给了虎仗 几色的一拳砸在宋诺脸上 东堂突然发现 一股破碎的领域碎片 还在空中乱飞 正好利用来进行交换 他将正义板敲在脑袋上 利用碎片和虎仗进行多次交换 形成了一招 多重影分身 扰乱视线的宋诺 被虎仗一掌摁在腹部 直接发动了解 宛如一道电流 直击宋诺的灵魂 宋诺恍然明白了 这是限定了术式对象的解 对着他和浮黑混的灵魂界线 发起了攻击 这时虎仗立下了 缩小术式范围的束缚 才打出了精准一击 虎仗咬牙喃喃喃道 快起来啊 腹黑 宋诺赶紧抽身退开 身体极为不适 甚至将之前吃下的手指 都吐了出来 强忍着偶翼又给吞了回去 这种攻击要是被连续击中 可不妙 这是直奔而来的虎仗 对着宋诺战地的墙体发动起 切碎其落脚点的同时 一拳挥出 但这一拳 却被宋诺躲开了 顺势还了一拳回去 将虎仗砸在墙上 只要不被打到 那种攻击就不算什么 而此刻东堂一边 真音版还剩一次使用耐久 但来备用的真音版 没有被认定为左手 所以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就在东堂扬起真音版的一刻 宋诺已经提防起了 即将到来的交换 然而震动响起 虎仗并没有改变为止 宋诺突然感受到头顶上 多了道人影 没错 正是天使来袭 东堂数十范围因束缚 而得到了扩张 也是为了这一刻 在不久前 一顾曾找上过天使 拜托他再用一次 携取五天梯 切割速诺和浮黑的灵魂 这也是利用了 他模仿术师的优势 因为所有人只会在意 他模仿的是什么术师 从而或是远主 其实模仿术师的优势 在于拥有两张同样的手牌 所以再次出现在 宋诺头顶的天使 发动了携取五天梯 这是决定胜负的 一张王牌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回战 第263话的全部内容了 一顾打完手牌后 东堂虎上接棒 天使进行收尾 又是一轮足以干掉宋诺的套招 不知道这一次 又会是怎样的反转呢 另外 切割老师在新一轮的访谈里 明确表露出 这新速决战片就是最终场 众人合力打倒宋诺后 整个故事就会结束了 但还有那么多埋的伏笔 也不值得啥时候能回首 好了 下周休刊 喜欢吃中国战系列的 别忘记住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再见